由张哲瀚、龚俊、周也等人主演的武侠电视剧《山河令》正在热播中 虽然这是一部由周子舒和温客行为双男主的剧 但是剧中也不乏英姿飒爽、漂亮妩媚的女性角色 下面就让琪琪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山河令》中的七大美女吧 第一位 顾湘 顾湘由周也饰演是温客行的手下无心自杀 她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姑娘 在剧中有自己的CP 所以喜欢丹美的观众 对她的存在没有恶意 反而她一副吃瓜的表现还算是友军 她在《山河令》中的顾湘对温客行忠心耿耿 在和曹卫宁的接触中 她也慢慢感受到了被爱的温暖 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 周也凭借少年的女成名 在片中饰演女二号未来 是一个让人十分讨厌的反派角色 那是她的第一部戏 非常出彩 合影后周冬雨的对戏中气势也丝毫不差 她和关晓彤是同学 却能成为北影校花 颜值的确很高 第二位 靖安郡主 曹夕月饰演的靖安郡主 只出现在了第一集 虽然她的戏份非常少 算是一次友情出演 但是曹夕月的颜值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一下就被观众认了出来 毕竟她在同期播出的坠绪中也有出演 剧中袁锦儿的角色还是非常讨喜的 友情有意有颜值 晶晶夜夜卖皮蛋 一不小心就走错了片场 第三位 喜丧鬼 陈子涵饰演喜丧鬼 一席白发 一身红衣 看起来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她的绰号是薄情部主 诚挚天下复兴汉 陈子涵出道很早 虽然已经是45岁的年纪 但是她的皮肤和身材都保持得非常好 看起来和30岁的女人没什么区别 依然是一个大美人 第四位 燕鬼柳千巧 柯南已饰演柳千巧 进入鬼谷之后 绰号为燕鬼 这是一个对主人非常忠诚 也非常痴心的可怜女人 她的人设很讨喜 对故乡很好 像是姐姐一样 是有真情实感的 她对救她性命的喜丧鬼 忠诚无二 宁愿为她去死 柯南已的现代妆很好看 看起来会比燕鬼这个角色年轻很多 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姐姐 第五位 高小莲 金乐饰演高小莲 虽然贵为岳阳派掌门高崇之女 却也是一个可怜人 自己心爱之人邓宽 出场没多久就被毒蝎控制 不省人事 自己没了心爱之人 还被抓走去当人质 他在剧中算是很好看 但是很悲惨的一个角色 第六位 翘罗翰 于乃佳饰演翘罗翰 作为毒蝎四大杀手之一 翘罗翰美如其名 但在剧中心狠手辣 面对张成岭那样一位少年 他却也能用出酷刑 当真是杀人不眨眼 翘罗翰非常美 而且他的女伴男装时 虽然只有几秒的镜头 却被观众抓拍到 堪称绝美 翘罗翰果然是俊巧 于乃佳不但古装扮相好看 他的现代装扮也是非常美的 有一种超约的那种感觉 第七位 独菩萨 赵茜饰演独菩萨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好色 见了男人挪不开眼的角色 但是他的绰号就表明了一切 他擅长用毒 心肠更毒 独菩萨在剧中阿诺多姿 身材曼妙 看起来眼神勾魂射魄的 没有颜值 饰演不出这样的风韵的 特别是一双美腿 时不时就会诱惑一下 哪个男人能扛得住他的诱惑 这些女性角色 都为山河令贡献了不少看点 这其中 让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呢 欢迎把你最喜欢的角色写在评论区